今天我们聊一下我们上课的同学的一些年龄的构成 今天是1月11号 星期三 第十堂课 第十次上课 刚刚送完孩子 今天有点迟了 8点26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那个在闹脾气 经常性的就是早上起来 就一个是要弄他很久才能起来 另外的话刷牙洗脸特别慢 有时候就需要你来陪着他抱着他怎么样的 就是反正就是有点依赖性 然后特别有点娇气那种 然后今天就我就跟他说好了要自己弄 其实平时也跟他说过 今天要他自己弄 最后就一直他站在那里就不动 要我过去 那我在忙我的事情 我跟他说了 你冷 他说他很冷 你冷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去拿衣服穿袜子 那他就一直在那儿 结果就弄得很迟了 那最后到了时间 我就直接到车上去了 他就急了 他就追我 那我说你赶快 他说不要走 不要走 爸爸你不要走 那我说很简单 你现在马上去 我就现在等你 后来他就只用了一分多钟 就把那个衣服全部穿好了 关于教育小孩 我跟小孩相处 这个还是真的有一些感悟 但同时也很多地方是永远都觉得很难做得好 那种原则性 或者说是怎么独立性 怎么培养 这个以后跟大家再聊一聊 今天就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有迟了 然后今天我们聊一下我们上课的同学的一些年龄的构成 大概聊一下 我们这个班的话大概有30个人 然后呢 从18岁 我知道最小的那个是刚刚上大学 就刚刚高中毕业 18岁 然后岁数最大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大概有60 我觉得有60几岁 然后占多数的是20多岁到30多岁 我觉得是这个是占了应该超过一半 然后像我们这个年级的话 中年的话也有个大概六个五个 我觉得应该有 所以大概的年龄就是这样 所以总体以那个20多到30多 这种最中间力量最多 然后两头也都有 在美国对于演员上表演课呢 是一个常态 就是大多数的职业演员 或者说是你把演戏当成一个主要的工作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比较持续的在上课 有些人甚至就不停一直上课 或者同时上两个课之类的都有 因为上课的过程中呢 你会学到东西这不用说了 同时你会认识很多同学 然后不同的老师 教的东西也不一样 然后经验也不一样 另外的话认识那么多同学和电影人的话 你这样的话其实对你也有无形中有一些帮助 就是对你有了解了吗 那将来要拍一些片子 如果对你很有印象 觉得这个人 这个同学演我的戏里面的某一个角色是特别合适的 就是那肯定就会直接找你 就不用没有 就非常方便 就有一种这种关系在 但这种关系又不是那种特别复杂 你要去特别去怎么经营的关系 我觉得不用 而且的话 就是表演课当中也分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课程 我现在上的是Mice 还有比如说针对Audition的 还有针对语言的 发音的 独白的 还有去口音的 广告的 那种舞台的 那都不一样的课 就特别多 所以你可以有针对性的去上你想要上的课 然后也可以是有阶段性的一步一步 你先上什么样的课 然后慢慢你觉得哪些地方你不足 然后去再去上 去补 还有就是前天我收到经纪人给我发的一个邮件 就是提醒啊 有一个演员 同时也是一个表演的老师 也是一个YouTuber 喜剧演员广告的一个老师 关于广告Audition的一个老师 他开了有一个Workshop 就是一个叫做工作坊吧 就是大家可以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关于那个广告片的一些Audition的经验 那我也很想去上 然后对他去看了一下他的介绍 也觉得这人挺不错的 那个课的话 大概是十点钟到一点钟 也是差不多四三四个小时 好像到两点钟 十点钟到两点钟 忘了 中间有个休息 所以这个课他就一次的上一次 这么多个小时 一共75块美金 那也好 也还好 就是能接受 所以这个课我也想去上 我现在这个上课的视频呢 每一次都基本上是流水涨 就是几点钟出发 路上怎么样 然后上课怎么样 上晚课怎么样 就估计大家听了都耳朵都起见了 或者说听不下去了 那我就很想去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交流 或者说是关于我讲到的哪些方面 关于我讲到的哪些方面 你想进一步的了解 或者说是有什么疑问 或者说是我有什么地方说的比较不对的 你可以纠正我 在我的评论区这边 你可以跟我留言 或者说你可以告诉我你最想听什么东西 或者说是跟我一起来交流 纠正我都纠正我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互动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么无聊 或者是关于课堂上的哪些方面 因为你比较有兴趣 比如说老师的情况 同学的情况 还有学校的选择 这些都可以跟我交流 反正就是想到什么 我能回答你 或者说能够跟你分享的 我肯定是尽我最大努力跟你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更多吧 也同时对我也有帮助 谢谢 今天比以往更塞车 塞死了 1点08分 刚刚上完课 可以快速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上课的情况 今天上课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过程是 所有的同学都闭上眼睛 来说来做这个reputation 就是你不知道谁在说 然后你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反应 但这个过程就让我们更加集中精力在听 然后去想象他的反应 然后去继续这个reputation 这个有点意思 还有后面的一个阶段 就是叫其中一个同学站在整个人群的 那个圈圈的中间 所有人跟你做这个reputation 然后你也反映所有人对你的一个说的话 就是这个有点感觉就是你在中间 所有人都在关注你 不但是关注你还直接跟你说 因为同学当中我上一期上一节课说过了 就是通过这么多堂课 我们大家都有一些了解了 所以的话说的话会在根据对你的一些了解 然后在你当时的这一个状态下所说的一些话 其实很多话会touch到你就会触动到你 所以这个而且突然那么多人 就是多个人对着你来去说不同的想法 而且有时候非常快一个接一个 或者同时有好多人在跟你说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 就我还没上去 我今天没有太积极的去互动 再观察更多一点 也有同学提出了一些疑问 他说哎呀好感觉就是跟不上 好像反应太快了 然后很多想要说的东西都说不出来 哦 就我没有说 我想说呢 在整个课堂里面 可能我是最觉得有挑战的 因为不单是反应能力 还有就是包括对这些词汇啊 所说的东西啊 包括去模仿重复啊 我的能力 因为语言语言的关系 我也是最不占优势的 所以我应该感觉是最大的 就有最大的挑战 但其实好多同学也也会觉得 在比较快的时间 比较短的时间 要去反应和说出来 也都不容易 觉得是一个挑战 那我就是在想 其实很多人做到了 他因为为什么他会这么感觉 他肯定是看到别人做到的 他没做到吗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个蛮有可以值得鼓舞我们自己的一个例子 这当中 就是其实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好像做到 其实他也是鼓足了勇气去做的 你看起来好像他很轻松做 其实他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才去做到的 并不是想象的说啊他有天分 他有什么方面的优势 所以他才做到啊我为什么做不到 所以给我产生的压力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上一堂课这堂课训练点就是让你不要去想太多 直接去说你的反应 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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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丢出去接收过来再丢出去这种过程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吧 体验 然后下周一的话是节日 所以不上课 那就是下周三才继续下一堂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